电动汽车生产商Tesla宣布 在今年开始 在上海工厂生产一款出口到本国的Model Y电动车 张桂义不良 上个周末 Tesla在他们的网站上发消息指出 将会在本国推出新款Model Y SUV 它属于后驱版本 充满电之后 它的EPA额定续航里程有394公里 这款中国製的新款Model Y 售价比市场上的长组航版本便宜1万元 本国买家可以在5月至7月期间拿车 根据联邦运输部的电动汽车EV激励计划规定 SUV的基本型号必须低于6万元 才合资价获得最高5000元补贴 高配版价格不超过7万元都可以获得补贴 联邦运输部网站显示 扣入新版Model Y和价格较高的长组航版 或者租任4年都符合5000元的激励补贴